在我们具体的讲解如何使用converse画布进行图像处理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converse的基础知识 这里头要提醒大家 我们converse图像处理这部分的内容 其实和之前使用converse绘图这部分的内容重叠并不大 所以如果没有学习converse绘图的同学 不妨尝试着看一看这个课程 相信只要你有一定的js的基础就能够跟下来 但是从最基本的创建一个converse画布开始还是需要掌握的 对于这部分内容 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需要在html上创建一个converse标签的区域 我们给它附上一个id 之后在javascript的层面使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的方式 获得这个converse的对象 之后再调用这个converse对象的getcontext传入2D这个属性 获得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我们之后所有的具体的渲染接口都是基于context这样一个对象进行的 那么对这部分如果不熟悉的同学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绚丽的倒计式效果 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这个课程的2-1 创建converse部分 相信大家就可以理解如何从0开始创建一个converse画布了 那么我们在具体编程的过程中呢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们基本上的将从这样的一个程序结构入手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在这里头首先html层面我们创建了一个converse 这个converse我们赋予它了一个ID 同时呢为了表现出它是一个画布呢 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些css属性 包括将它的display设置成block 让它居中显示 同时呢给出一个浅灰色的边块 这样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画布 那么在javascript的层面 我们首先使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的方式 获得converse的对象 之后使用converse.getcontextrd的方式 获得这个rd画布的上下文接口环境context 之后window.unload的这个函数中 我们设置了这个converse具体的大小 那么相信如果看过之前的介绍 对converse比较熟悉的同学 这些代码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就会看到在浏览器中 用浅灰色的边框 框起了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converse画布 为了验证我们这个converse画布创建成功呢 我们可以使用以前学习的一些方法 简单的绘制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context的fieldstyle 设置成red的红色 之后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挥制一个红色的正方形 然后我们从屏幕的100100的位置 挥制一个400400这样的一个正方形 我们可以看看此时程序的运行结果 一个红色的正方形挥制在了converse画布上 这说明我们的converse创建是成功的 那么再次重申一下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为了介绍 如何创建一个简单的converse 来进行后续的converse图像处理的部分 那么如果对converse图形绘制感兴趣的同学 不妨找一找我之前介绍的两门课程 在这两门课程中对converse的图形绘制接口 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使用converse的图像处理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把一个图像渲染到converse画布上 那么对于这个功能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使用JoreImage这样的一个converse绘图接口 那么这个绘图接口最简单的调入方式 是传入三个参数 分别是一个image image是JavaScript中的一个图像对象 同时配上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告诉converse 从什么位置开始绘制这个图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首先创造一个image的对象 那么我们使用newimage这样的方法 那么之后呢我们在探索converse图像处理的过程中呢 可能要经常对这个image做操作 所以呢我把它放在了函数的外面 那么之后在window的unload里面 我给这个image附上它的图片的位置 那么这个图片的位置呢就在当前目录下 是一个.jpg的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在这个工程里 导入了这样的一张图片 那么这样一来JavaScript就会自动的 读取这张图片到这个image的对象中 为了绘制这个图片呢 我们首先要等待这个图片读取完成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调用image的unload的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方法 当图片正式读取完成以后才会调用 之后我们再使用我们刚刚学习的这个接口 context到Jimage之后传入三个参数 分别是image的对象和一个绘制的起始的xy值 在这里呢我们从00开始绘制 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工程中放入的这个图片 就被加载在了这个converse画布中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提醒同学们注意几个事情 首先我们在绘制这个图片的时候 必须是在image.unload中来调用context.drawimage这样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必须等图片加载完成以后才可以绘制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尝试一下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写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如果这个图片比较大 在掉这个函数的时候图片还没有加载完成的话 converse上是不能正确的渲染这张图片的 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所渲染的那张图片 完全的充满了整个converse画布 这是因为我为这个converse画布设置的长和宽呢 和我们这个图片设置的长和宽正好是一致的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不妨试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画布设成1300x800 也就是比我们这个图像的分辨率呢要稍微高一些 再运行这个程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onverse画布就会有空白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调用drawimage这个函数的话 将使用图片原有的尺寸 从你指定的开始位置平铺在converse画布中 不会进行任何的缩放处理 那么对于缩放相关的问题呢 我们马上在下一小节中就会介绍到 另外一方面非常的简单 Joymy之中的这两个起始参数 大家可以随意的玩一下 比如说我们设置从5050这个位置开始绘制画布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从整个converse5050的地方开始绘制 这里头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的外坐标是从50开始绘制的话 整个图像的高度就会超过converse原有的高度 那么剩下的部分也就是超出converse部分的图像是不会绘制出来 大家不用设置任何图像溢出相关的这个选项 converse会自动帮我们裁掉这部分内容 相信听了这一小节的介绍 大家已经学会了如何把一张图像放在converse画布上了 非常的简单 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深入的探索一下Joymy之这个方法 大家加油